各位可以想一下2020的時候 當時我們聽到的是 你看 Joe Biden 正直 良善 他的目的是要團結美國 進步跟國際重新接軌 是一個受人尊敬而且穩重的人 然後另外一邊就是川普 無恥 種族歧視 不尊重女性 陰謀論想要推翻國家 他根本就不是一個真正的共和黨 根本就不是一個真正的保守派 結果現在呢 民主黨恨不得把拜登丟掉 然後共和黨全部聚集在川普的後面 川普得到的支持還不只是保守派而已 幫川普辯護的人到處都食 以下是一個 不算是保守派也不是共和黨 在CNN這個左派大聲工的節目上面 好像也不是要幫川普說話 但是卻幫川普澄清了 1月6號檢查委員會根本就是一場鬧劇 這個人叫做John Bolton 川普當時的這個國安局總長 每個左派媒體都說他很清楚 川普是想要在1月6號發動政變 因為他寫了本書在指責 川普當時治國方向錯誤 所有共和黨的犀牛都愛他 民主黨也愛他 說他就是最知道事實 川普就是希特勒的人 他就是個左派的紅人 所以他就上了CNN 然後CNN的主播Jay Tapper就說 川普是個叛國賊 他想要發動政變 你身為當時他的幕僚是怎麼看的 以下是他的回應 我們民主黨的民主黨 這個回應非常好 的確當時就是川普在當川普 他就是一個大嘴巴 他想要的就是延遲確認選票的時間 他想要的是一個公平的選舉 然後人民被這樣子的東西利用了 那些愚蠢的人中了左派的計 然後帶到了國會 然後他們就出來了 所以說這絕對不是一個政變 因為如果是一個政變的話 我們現在就會有一個新的政府 因為當時那些人他們攻佔了國會 美國最高殿堂 他們佔領了眾議院跟參議院 他們可以在當下宣佈 設立一個新的國會 然後宣佈成立一個新的國家 或者新的政府 但是他們沒有 他們在Nancy Pelosi的桌子上面 跳一跳舞之後就回家了 然後他們現在在監獄裡 因為就跟沒有我允許的情況下 在我的辦公桌上跳舞一樣違法 在Nancy Pelosi桌上跳舞也違法 在那裡面的人 沒有人要推翻政府 沒有人要毀滅憲法 根據左派愛戴的專家分析出來 1月6號並不是一個政變 而是一個陰謀論 不是陰謀論 是一個再明顯不過的陰謀 大家還記得Ray App這個人嗎 如果不記得的話 可以看一下以下的影片 明天 我們必須進去 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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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不說 我們必須進去 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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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現在 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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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人,呃,大聲地説要民眾衝進國會 大家都看到了 為什麼他說完之後就發生衝撞 為什麼平常警察跟維安人員 一發生事情會站著一排一排 跟羅馬的龜行政一樣 但是我們國家的首都 當時卻只有一個警察 跟薄薄的鐵欄杆在那個地方 跟第一個影片一樣 為什麼都已經知道他是聯邦探員了 所有的人在影片裡都已經在那邊大喊 Fed!Fed!Fed! 卻還是有人衝進國會裡 之後這個事情變得更奇怪了 1月6號之後 聯邦的探員開始抓普通的爸爸 跟支持川普的媽媽阿嬤之類的 然後說他們是叛國賊 政變恐怖組織 但是Ray App這個人 被拍下來叫說人的人卻沒事 現在事情變得更奇怪了 因為在紐約時報上出了一篇文章 幫他寫的一個陳情文 上面說 川普支持者的幻滅 Ray App是如何成為1月6號陰謀論的受害者 報導上面說Ray App過去十幾個月 受到了身心煎熬的壓力 當右派媒體還有川普支持者 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說他是一名聯邦的探員 去年試圖借刀殺人攻擊美國的國會 上面寫在暴動現場他被極右派的挑釁者 OK Right wing provocateur 錄下他鼓勵人進入國會的樣子 就連他當下都說是一個和平示威 這個報紙 這個左派報紙 是在幫川普的支持者辯護嗎 幫右派的人說話嗎 What How 根據紐約時報跟還有像CNN 這樣子各式各樣的左派媒體 你就算沒有衝進國會 你只是在外圍國會的外面禱告 你都算是國內恐怖分子了 你都算是一個叛國賊了 你只要接近首都華盛頓DC 基本上就是一個該被處刑的人 除了那個教唆人衝進國會的那個Ray App 他不是個聯邦探員 他只是個被川普欺騙的可憐老人 我不知道Ray App是不是個聯邦探員 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個左派的棋子 我只知道紐約時報絕對不能相信 如果他忍不採致的話 你不聽說話就好了 我剛剛有把陽光打中 我只知道的那裡 我每天都失去 我只是在那裡 連人生的死完 後面 我都是屬於 你怎麼這麼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